大家好,森森來了 悠遊白書 Ben靈丸 今天才剛上完一部影片 然後我現在又緊急的趕快去錄製一部影片 主要是我才 剛關掉電腦 然後我刷刷FB我就看到 這武術會這樣嗎 就這樣子 待會零點就要來贏聖靈了 這官方走的這個節奏我著實有點看不懂啊 因為 大家也知道現在大家正在抽的就是 武術會飛影他是一隻咒術流的角色 正常來講應該是要出點其他的這個 現實提升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角色 他又再出了一個咒術流的一個角色 我不曉得他今天的這個角度他這個想法是怎麼樣 我還真猜不透 真的 已經有很多人就是在這個版上然後到處留言板裡面去問大家就是說 到底武術會藏馬這角色該不該抽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這個大家有在看我的影片的人應該都曉得 就是我在前期 並不是非常的推崇大家 去玩咒術流的這個流派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起步高 起步太高的情況下就 就 等於是你可能要 多少要克一些金 然後克太少金的話你又沒有辦法把咒術流的這個流派玩得很 很厲害 尤其是到後期 所以我就並沒有那麼推崇 結果接著推出了飛影 飛影的話是 就是 武術會藏馬出之前 比較優秀一點的單體結算角色 可是我覺得是暫時的 我講話是比較客觀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打暗黑基金塔之前 就是 大家 現在UR優助 可能一個伺服器可能就頂多兩隻 應該不會超過兩隻了 所以 在這個時候 單體 結算前排的這個 飛影 還是相當優勢的 因為 他的這個技能主要就是結算離他最近 帶咒印的人 畫重點 這個地方 飛影的 那個技能他是結算離他最近 然後有帶印記的角色 所以假如說 等到UR優助滿大街的情況下 那飛影只會 無限的一直去結算 UR優助 因為UR優助的死 這個效果就是 死了復活死了復活嘛 對吧 所以到 UR優助 泛濫的時候 飛影才會 那麼的 不那麼突出 大家可以明白我這個意思 那 講完了他 我在之前幾部影片 我就有在說到 未來版本 會迎來一隻 可以 舉足輕重的這個一個角色 那 我這邊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因為本身這個角色是咒術流的 我並沒有就是 抽他 因為我本身玩刺殺了嘛 對吧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陸服要出了啊 好就這樣 偷漏到這邊為止 OK 武術會葬馬 他這個技能的話 我相信大家已經可以看到圖鑑了 圖鑑裡面都有介紹他 都還是挺高費的有沒有發現 六費 四費 然後他有兩個結算技能 然後這個六費的這個魔戒含羞草 全屏結殺 可是效果呢 就跟 那個 飛影的 炎沙漫波 全屏的那個攻擊 很樣 很像 像抓癢癢一樣 然後 他這個六費 也是全體上印記 他這個最主要最主要最亮點的就是他這一個 四費 吸血植物 這個吸血植物的話 就是所有大佬 避之為恐不及的一個招式 因為這個招式的話 因為大家都曉得咒術流的特色嘛 真實傷害 真實傷害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 我今天打你 我管你身上的防禦力多高 抗暴多高 抵禦傷害多高 我不管你 我就是直接一個核彈炸下去 真實傷害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 武術會這樣嘛 你只要對方的乘數 就是咒音乘數大概有10乘以上 這不敢說保證了啊 要按照自己的攻擊力而說 起碼10乘以上 一個結算 一定就是 吸血植物 一咬就是一個一個人 一咬就是一個人頭 然後還帶吸血 然後又真實一個結算 所以 而且 武術會障碼的話 我個人覺得 就是 他最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高費 不是說武術會障碼高費啦 是整體的這個咒術流的陣容都很高費 你看有一些是7費的 然後6費5費什麼之類的反正 都 都挺高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 玩這個遊戲 零力很重要 因為你那個 藍色的那個零力 所以 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 然後都會帶一些輔助角色 所以都差不多的 所以咒術流的角色是比較會拖到比較後期的 所以 蝶咒慢 跟高費 是咱們這個咒術流最大最大的一個缺點 那優點的話 傷害爆炸 單體結算 然後 我再補充一下 他剛剛這個4費的話 剛剛飛影為什麼我會說他會比較偏前期角色呢 他是他是結算前排的 可是我們這個 藏馬武術會 他的結算是挑 誰的咒衍乘數高 對他去結算的 那至於這個角色 我講了這麼多 跟飛影的一個 對比 到底該不該抽 我也不知道 就問在座的一些大家 假如說本身你自己的一個角色 一隻咒術都沒有 而且你也不玩咒術流的話 那 很明顯你應該知道這次的活動跟你有沒有關係 那你假如說 想要收藏他的話 那抽個50抽80抽的 抽一隻本體出來 我覺得還是 看你啦 反正我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客觀的一個分析嘛 對不對 反正未來的話 我一定會 花一點時間 然後 拍幾部關於咒術流的 這個 專門的一個話題 去聊他的這個擺陣 去聊他的角色 聊他的技能跟站位 那這些東西 因為官方他現在走這個節奏 完完全全就是想要把大家帶入咒術流的節奏 真不曉得玩聚合跟玩刺殺的人渣 怎麼想的是吧 不過沒關係 官方咋 咋咋弄我們就咋玩 玩自己的一個節奏 玩遊戲嘛 我常跟 這個我自己的朋友在聊天 玩遊戲 是我們玩遊戲 不是遊戲玩我們 所以 不管怎麼樣 言而總之總而言之 開心就好 對吧 像在陸服的一個生態的話 其實玩咒術流的人 說句實話 到後期了 也不是說非常的多 為什麼 因為咒術本身他的這個 需要的成本是相當高的 你看像我們這個伺服器 這位大佬 他也課了相當相當多的錢 他的這個特色就是他這一隻 六角的武術會藏馬 非常的雄悍 基本上就是 咬一個 然後就結算一個 然後這個 這個朋友他也是最近才弄出來的 武術會藏馬 然後像我們的摩蝶大賽嘛 我們的冠軍背神 他也是 藏馬 然後配URD 然後跟任無妖 這些都是 現版本的一個版本D 所以 結論一下就是到底要不要抽這個角色 應該是說今天你 打算要玩咒術流的一個角色 你可能就要好好考慮是不是要直接下手 然後你假如要下手的話 那種 零絕一絕的 就 不用去考慮因為效果不是那麼的大 你起碼 也是要三絕起步 然後五絕的話都是值得變化 那我個人大家假如說有在收看我的頻道都知道我個人是不勸客的 所以我今天要 發這個影片的時候我剛剛想了好久但寫稿子什麼的我 不知道用什麼角度跟大家講啊知道吧 反正結論就是你假如不玩咒術流的 那今天這個活動跟上次飛影剛結束這個活動 那跟你都是沒有 太大關係的 那你就 專心 慢慢的去存卷 你看像我這也在努力 快100張了 還早了 這個要存到一隻可以抽到一隻好的角色要全個五六百張 還是非常遙遠的知道吧 好啦 這個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就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角色強與弱 我講了這麼多你們應該可以自己去判斷 然後 在結束之前 我來隨便找個好友皮 PK一下吧 我就找 這個 這個是我們這個榜裡面的前五 點錯了 大家看一場 就知道五數位戰馬到底強在哪邊了 好 我一樣放我就藏完了陣容 再配個劉迦吧 好 這個陣容V字陣容大家應該也不陌生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好看一下 哎我好沒關係就這樣打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對面 角色還是挺全的 好的 像我一個標記直接標在他的血菜身上 好我一波帶走他們的血菜 好 原本我一直跟大家預估的是我覺得下一隻現實角色應該是右上角這一隻 商園武術會 商園武術會這隻角色的話我覺得也是相當優秀的 好的 罩馬剛剛就是用吸血植物做了個結算 可是我的劉迦他有一個 這個套裝叫做腳木套 他就像是明刀一樣 現在很尷尬知道為什麼吧 我標記先標到了這個他的後排肉了 所以我現在 一直碰不到他的這個 商園 所以打得非常尷尬 我的小兔被收割了 好了這跑應該是我要輸了 好的 結束這回合 好了 我也不跟大家示範太多了反正 大家看 去衡量一下 如果要玩 那您可以考慮一下在你這個券允許的情況下 可以適當抽一些 那你想要說不玩的話那就就根本不用問了 可以跳過這個活動 PASS 存你的券就可以了 好啦 我來 強化一下我這個獸靈吧 鴨鴨精 我這個 十九級的這個蛇 我已經洗了五劍了 這我算過 第五劍抗了 好不容易洗到這一個 數值湊合還過得去的 現在要開最後一條了 現在開這個最後一條真的是 心臟很疼啊 不曉得可不可以 一次可以搞定喔 來吧 希望武術會的 武術會藏馬的來臨可以為我這個獸靈也帶來好運 來吧 GOGOGO OK 獸靈這部分我真的 無力吐槽啊 知道吧 安慰自己 命中率 也是不錯了 對吧各位 好吧 那今天臨時開了這個影片 比較唐突 然後也沒有準備好字幕 因為實在來不及了 想早點跟大家分享到這個 武術會藏馬的一些消息 然後大家可以 仔細聽我講的東西 假如有需要的話可以自己那個 自己衡量嘛 對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告一個段落 那這個下一部影片應該會在兩天過後我會上一部 關於入侵 的一個基礎陣容打法 蠻值得一看的 大家假如有時間的話可以 看一下 好吧 那就 拜拜 拜拜